Hello 大家好 朱春奴 來關心一下澳門的失業率 很久沒講過 2022年第四季 澳門本地的失業率是4.5% 按季減了0.7% 供大家參考 統計局說主要是去年年底 多項大型活動舉辦 帶動本地人力資源需求增加所致 至於第四季的博彩和博彩中介 就業人數上升至67,600人 交第三季加了1,200人 但交2021年第四季度 減少8,900人 當時太陽城、德進還未出事 所以仍然很多人做貴賓廳 不過在新冠肺炎不同 前年11月貴賓廳事件的影響下 太陽城和德進都接近了 博彩從業員大幅減少 去了哪裡? 當然去了做外賣車手 駕駛的士 所以大家都看到 我們的外賣車手 穿著背心 包裸著他們萬妙的身材 簡直是七刻中的螢火蟲一樣 這麼光亮、鮮明 當然不是這些 這些是兒子 沒有什麼好看 不知道第二天的平台 可不可以提供 說我要女車手送東西給我 我才叫 或者叫電照的士 我要女司機才叫車 這樣是不是又可以增加到 我們的女士的就業率呢? 不是歧視我們的男司機 男車手 可能有些朋友喜歡男司機 看看19年第四季 其實澳門博彩及博彩中介 人數居然達到85,100人 非常勁抽 加上去年第四季 足足多了17,500人 我猜即使澳門經濟復甦之後 都去完這個人數 今天經濟學者出來說三道四 澳門經濟學會 副理事長鄭澤堯就說 隨著澳門經濟逐步復甦 預計機制增長 能夠回復至2019年疫情前的6至7成 展望今年就業市場逐步向好 本地居民失業率 可以在年中回落至4%以下 據說法都算中狠 不是太誇張 不過我覺得如果要降到以前2%以下 就相當困難 應該未必可以 因為貴賓廳接近了 加上衛星場也接近了 有些職位永遠消失了 現在有些派牌的老司機 那些中年人士失業之後 去再培訓 在海立坊2樓有個培訓中心 培訓他們不是做裝可 而是做客服 希望他們轉到職 例如去賭場幫人開卡 都可以 曾澤堯就指 現時就業市場已經 較疫情前有所調整 旅遊服務業和博彩業的就業人數 仍有增長空間 同時博企發展非博彩元素 相信會議展覽、娛樂表演 這些方面的人資需求也會增加 希望是這樣 他建議政府針對行業的人資需求 開展僱員再培訓計劃 勞工局也正在培訓 馬夫不用培訓 威尼斯人的船夫可能就要培訓 如果船夫缺人的話 不妨大家轉行做船夫 學唱意大利歌劇 今晚去大便撈 明晚去吃壽司放堤 我也會唱兩句 不難的 澳門在今年1月8日 重新對外開放 旅客增加得很快 酒店和度假村甚至出現人手短缺的情況 企業也開始增併人手 勞工局也計劃在2月份 做回17場招併會 招聘職業的工種 包括酒店和餐飲行業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去試試 外勞真的不要請這麼多 盡量請多些本地人 你真是請不到的 先請外勞也未遲 好這集就看到了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掃片尾截圍為馬 多謝大家支持